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做亚马逊就是常用的一个网址 这个对我们新手朋友是很有帮助的一个网址导航 就是amz123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这个网址amz123.com 或者是你百度搜一下 这个卖家网址导航是很容易搜索出来的 它上面有很多的工具 就是我们平常做亚马逊 比方做一些别的跨境电商平台都会用到的 我们现在就是到亚马逊amz123这个网址导航前端来看一下 你看前面这个是亚马逊的前台登录地址和后台的登录地址 还有一个谷歌翻译1688收款 还有这个选品工具 还有一个美亚销售榜 美亚新品榜 美亚飙升榜等等 这边还有一些常用的工具推算 FBA的费用计算 还有一个查物流的17track 单位换算 然后可视化编辑器 汇率换算 还有一些关键词等等 它这有一些分类啊 一个是论坛资讯综合软件 关键词选品分析综合服务收款方式 商标专利 日本市场推荐的插件 Shopify 独立站 其他的一些平台 这些它有一些具体的 有一些具体的 比如这个综合软件啊 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些选品工具啊 比如说卖家精灵啊 GIS啊 还有这个什么Selling Express ERP啊 就是还有Helentine啊 这些都是我们做亚马逊啊 选品分析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工具类的 SellerMotor 还有一些关键词的工具 还有一些热搜词啊 美亚热搜词 日亚热搜词 还有一些常委词的挖掘啊 这是我们搜索 或者是说去整理关键词 会用到的一些工具 Keyword Tool 还有MochinaWord 像这些都是我们去搜集啊 关键词 去整理关键词 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工具啊 选品分析 像卖家精灵啊 GIS啊 是我们常用的一个选品工具 还有谷歌趋势 谷歌品类 谷歌品类趋势 还有一些阿里指数等等啊 还有一些综合性的服务啊 还有一些收款方式 收款方式的介绍 商标专利 就是我们在查询啊 我们做一个产品的时候 肯定要啊 是不是商标侵权啊 是不是专利侵权啊 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一些啊 美国商标局啊 去查询 是否别人已经注册了这个商标 我们去这个专利局去查询一下 这你要准备要卖的这款产品是不是有侵权的风险 这些就是能避免我们在做亚马逊的时候 能避免走一些弯路或者走的一些坑啊 还有一些插件类的啊 还有一些自肩站 独立站 还有一些其他平台的一些介绍啊 这个网址的话 基本上每个做亚马逊的啊 做跨境电商的 可能都会要收藏这个网址啊 像类似的这种啊 类似AMZ123的这种网址还是有很多的啊 但是常用的话 我们可能 就是这个AMZ123 几乎每一个啊 做亚马逊的啊 稍微有些了解的 都会收藏这个卖家网址导航 这上面也有我们可以学习的知识啊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啊 我是正在做跨境电商的麦克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跨境电商的相关知识 谢谢关注